槟城八六拜在一个星期前发生了一宗砍人事件 那原本只是一宗涉及雇主还有员工的纠纷 最后却被演变成了宗教课题 我们跟大家交代一下案件背景 那一名没有获得续约的男员工 他回到工厂之后就突然发狂 砍伤了一男一女的同事 其中一人身亡 而凶徒呢则被叫后赶来的警员开枪歼灭了 随后啊乌通女青团副团长努鲁阿玛在一场讲座上 就形容这名凶手是殉教烈士 并且呢指控受害的两名死伤者是异教徒 因为事发前侮辱先知 所以才会导致凶手杀害他们 那努鲁阿玛这番言论在网上传开之后呢 还真的有网民信以为真啊 纷纷转发 那搞到警队一哥都出面抨击 指责一些政客借机煽动种族情绪 而事情来到今天 警方也对外交代了最新的调查进展 祸虫恐出 那针对乌统女青团副团长努鲁阿玛 公开形容槟城八六拜 堪人案的行凶者是殉教烈士之后 武器阿玛特别罪案调查小组 助理总监米尔 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表示 警方已经接获通报 并且已经传召对方前来录取口供 他将会参加在北京阿玛特别网站在北京阿玛特别网站在北京上 交媒体假账户 在北京阿玛特别网站在北京阿玛特别网站上 已经抵触1968年国歌法令